魏英被砸鸡蛋的是 他本想瞒着的 但他忘记了保镖是蓝大哥的人 对方是无惧系151时向上头禀报了 然后蓝西辰又跟蓝忘记说了 于是 某人一气之下 发了微博 怒斥粉丝的不理智行为 他本意是引导粉丝不要做出错误的举动 结果被有心之人抓住了把柄 说他间接承认了 自己与有家室的Omega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还说这样的失德之人 只会带坏青少年 呼吁所有人抵制他的作品 封杀蓝忘记 事态愈演愈烈 毫无疑问 蓝忘记又挨批了 被经济人数落完 又被大哥说 蓝西辰主要是心疼弟弟 弟弟这直来直往的性子 被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竟忍了这么久 还是没学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这一套 这样的后果 只能吃闷亏 不过也好 等他藏够了失望 也许他就能下定决心离开了 经历了这么多 不管是父亲 还是身为兄长的他 都希望他离开那个圈子 回归正常的生活 那个人人带着显微镜看人的圈子 真不适合他 因为想尽快结束这场闹剧 蓝西辰与南康年谈了条件 他愿意为南家俊减刑 前提是对方同意和魏无限离婚 同时公开说明当年结婚的真实原因 并且保证永远不会再招人是非 否则他能把他弄出来 也能把他再弄进去 南康年意味贪污 早就被撤了职 他再也不是那个只手遮天的厅长了 而他买通四季状魏无限这事 也够他吃一壶的了 他让南康年自己选择 是父子俩一块坐牢 还是给南家留条后路 蓝忘记大不了推迁 蓝是那么大的产业 他在哪 都能发光发热 而南家俊不一样 没有了背景 没有了后台 再加上有坐牢的屋垫 他有再高的才华 等他出来 年纪大了 世界都变天了 哪里还有他的容身之处 南康年是个会审视多事之人 否则 他坐不到厅长这个位置 他答应了下来 一个星期后 老里的南家俊写了声明书交给律师 坦白了自己当年在明知 魏无羡和蓝忘记是情侣关系的情况下 在魏无羡怀有蓝忘记孩子时趁血而入 以同学之间的情谊 骗取了魏无羡的信任 两人的婚姻是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场赌注 他输了 输在了魏无羡对蓝忘记坚定从未动摇过的爱上 而自己因爱深度 故意设计陷害蓝忘记 他也付出了代价 这声明一公布 网络上掀起了更大的风浪 最大的浪来自于蓝忘记那一众女粉丝 自家男神不仅恋爱了 还有孩子了 这消息无疑是杀人诛心 不过伤心过后 很多人表示接受 只要男神幸福 这苦水自己咽了 至于不理智的那一批人 若说完全没触动是不可能的 毕竟这些粉丝一路跟随自己 走过了低谷 蓝忘记性子看似冷漠 但骨子里还是很敏感的 不过 粉丝来去都是他们的选择 蓝忘记唯有祝福 也希望他们以后追心理智 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追心这一件事 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风波平息后 魏英回到了学校 他本来就是个小红人 除了长相出众 专业也过硬 硬软件兼有 学校有不少的Alpha喜欢他 无奈刚入学没多久就怀孕了 还有老公天天护送 那些人就打消了念头 男家见得声明一上头条 众人纷纷愕然 原来郑主另有其人 对方不仅是个大帅哥 还是个大明星 真不愧是魏无羡 前夫家老爷子是个当官的 不过听说贪污被抓 县夫是大明星 而且还手握栏是10%的股权 随手一个 都是王炸 关键是他本人也是个小富二代 人长得好看之余 还颇有本领 小小年纪就拿奖无数 有些人 命就是好 由于魏无羡在同学当中口碑极好 祝福的人还是居多 少数几人会因羡慕而产生度议 还有一些人则是借着近水楼台先得月 拜托魏无羡要几张签名照 呀 签名照 魏同学有微微的惊恶 恋爱这么久 又有娃了 他都没有见过男朋友的签名照是怎样 他不追星 喜欢蓝忘机也不是因为他是明星 一开始就是见色起义 后来越陷越深 签名照可以拿来做什么 收藏呀 照片网络上大把 下载不就得了吗 被反问的同学张着嘴巴 表示极度的震惊 不是 魏无羡 你老公是大明星 你都没有收藏他的照片吗 恋爱妻的小情侣 不都收着男朋友的照片 想念的时候拿出来看 魏英心想 光看照片有啥意思呀 我都是直接上门抱着亲的 看哪有又摸又亲来的待见 但这话可不能说 不能让别人知道是自己追的蓝战 那多没面子呀 我魏无羡需要主动追人吗 我画了他的画 对方一脸羡慕的表情 直接取悦了魏同学 他一拍胸膛 你要多少签名照 我让他寄过来 于是 一传十 十传百 魏同学放学时 光荣接下了签章签名照的任务 他喜滋滋的 风波之后 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蓝战 晚上吃完饭后 他把儿子骗去找音乐家 自己躲回房间等某人的电话 一直等到十点多 他都快睡着了 电话铃声才悠悠响起 蓝战 你怎么这么晚 嘟囔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睡音 魏英 你睡着了吗 我把你吵醒了 电话那头的人有些内疚 自己没法亲自照顾人也就算了 连打个电话都不能准时 没有睡着 只是眼睛闭上了 蓝战 你吃饭了吗 吃 了 吃了什么 你没吃对不对 那你快去吃饭吧 等你吃完再说 等 等 魏英 我在吃呢 边吃边和你说 今天的戏份多 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吃完饭就没有时间了 那我要看看 魏同学申请对方开视线 蓝忘机没辙 挂断电话的同时 快速从助理手里夺过快餐盒 还用筷子扒了几下 伪装出已经吃过的样子 然后才又拨打了视频电话 魏某人望见桌上拿盒饭 满意点了点头 算你反应快 蓝忘机 这话说的像是看穿一切 蓝湛 我今天给你涨粉了 某人语气还怪兴奋的 蓝忘机疑惑 涨粉 对呀 我们班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是你的粉丝了现在 而且他们说会给你宣传 把签字照送给朋友 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 你的粉丝就会成倍的增长 蓝忘机 某人大概是不知道 我的微博上有多少粉丝了吧 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魏英 什么签名照 你的签名照呀 我同学要的 还有师兄师姐 加起来一共一千零八张 蓝忘机端起一旁的水喝了一口 蓝湛 你没事吧 魏英从床上坐起来 担心的望着人 怎么吃个饭都噎到 魏英 你说 多少张 一千零八张呀 蓝忘机 他不是耳朵出了问题 一千多个签名 他得手抽筋了吧 蓝湛 怎么了吗 魏英看人神色怪异的 没什么 但是魏英 那个我要玩很多天才能给你 蓝忘机想了想 一天签一百张 也得十天 再加上快递时间得半个月 为啥呀蓝湛 我答应了一个星期给他们 蓝忘机说明了原因 魏同学惊讶的瞪大眼睛 蓝湛 你不会用复印机吗 蓝忘机愣了两秒才明白过来 某人该不会以为签名照都是复印出来的吧 魏英 签 签名照就必须是亲手签署的 呀 某人张着嘴 跟吃了鹅蛋似的 画作还可以盖个丝章呢 明星的签名照还得本人亲自签 他意识到自己惹事了 一签多张 那是签到什么时候 蓝湛 算了吧 我跟他们说签不了 我家大明星太忙了 没空搞这些 蓝忘机失效 他家男朋友还像小孩子似的 哪里看得出是两个娃的爸比 魏英 你答应了 就相当于我答应了 只是需要些时间 你跟他们说明一下 好吧 你不用急 什么时候签好就什么时候给 可不能占用休息时间 更不能占用和我通电话的时间 蓝忘机扬起嘴角笑 好 魏英 宝宝乖嘛 你问的是哪个宝宝 大宝宝 二宝宝 还是小宝宝 魏同学笑意盈盈 大眼睛像香了碎钻 闪闪发光 某人的觉悟有所提高 很快速便回答了 自然是最可爱的大宝宝 我应该说不错 是叫 shocked 更有来的 不mud 红达 或起 cultural folks 优优益